东门丁 东门丁讲的当然就是 永康街 信义路 金山南路这整大一块 那时候是台北城最东的 现在几乎已像城中了 但是那一区其实 保有的江州文化 那有趣的在哪里 为什么东门丁保留那么多江州文化 就是说其实我是因为 我应该是讲我十七八岁的时候 我当然回忆往事都是实物 可是也因为实物让我对城市有了好奇 所以我才开始读城市的文史的东西 OK 包括当年所谓国民政府来台 那个时候他接收日本人留下来的东西 他其实最简单的脑子就是说 一个萝卜一个坑 文官接收东门丁那一带 然后东门丁那一带当初就是 所谓日本殖民政府的文官区 军人接收南海路那一带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孙力人 他们什么军人 都是住在南海路那边 那我们知道城市很有趣 每一个街区像日本人当初在盖官社的时候 因为日本当初是一个军人在台湾的军人为主的殖民政府 所以军人地位最大 所以你看南海路包括现在马总统做的地方 他的平均的那个size 都有70平到300多平的一个官社 东门丁他是文官 所以文官其实他只能有27、8平到70、80平 100平 文官当中地位最高的是什么 就是台大 就是说你要知道同样师大 因为他是高等学校 所以师大的所谓的那些官社 都只有差不多 像梁石秋固居都只有差不多30平不到 可是你看看温州街那边如果你是台大帝国大学 因为帝国大学当年 他其实已经是军人之外的一个我们叫文档了 其实就是国家政策的一个最高地位 所以帝国大学就台大的前身的官社会有一百多平 那我意思是说这一些可能是研究文史人有进去的 但是对我来讲 他是从我在城市台北回味这本书里面 其实我写了很多这样的东西 就不是只是实物 跟这个城市的空间文化历史 然后我觉得就是说 这是我们大家就说 我希望读者 就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 也许二三十年四五十年七八十年的这样过去 我们其实透过 当你能够了解这些整个这个城市的身世的时候 你其实不会不可能在台北活得无聊 你会活得很有聊 所以对我来讲百货公司或什么什么什么 从来不是从来没有比在街上啪啪照有聊 所以如果用这个网络时代乡名的话说 就是说也不要看不起天龙国了 这个天龙国其实很有深度的 还有很多地方是需要去了解 它其实代表着这个三个或者多个不同时代 我们可以说政治的经济的 然后族群的 其实都是这个时代的一个 这是不要忠采 我们方文化了 我们方文化整理 感谢观看